NioL四季 天鹽的不星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上庫曼人 正常比賽也是將軍休息室 先來介紹一下黃綁 選擇的是中國人 中國人最大的特色 一開始村民數是會多加3的 正常比賽的村民一開始的數量是9村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庫曼這邊已經10村了 中國這邊是12村 雖然是加3村的一個優勢 但其實上 領先的村民數 只會多1到2人口而已 所以我們這邊目前就會看到 目前中國這邊是13村 但是庫曼這邊是只有11村而已 所以我們差距大約2村左右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蠻特別 這一關的地圖 它這個中間是石頭路 石頭路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是沒有辦法維持自己的領地 除非你是要小微 直接把這個門面給維持 那就另擋別論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開局 Viper已經非常的聰明 把這個證明 三個房子都蓋在這個前方 做個因應 可能也會想要把自己家裡給維持 那中國除此之外 它是一個全能型的維持 基本上它的聳兵種都可以打 有三級馬鎧 三級攻 三級步兵 鎧甲還有三級射 什麼都有 連品種也有 那它的騎士只有沒有遊俠 而且它有這個重裝駱駝 所以實際上 中國的騎兵也是蠻厲害的 那它的中國聯弩也是它的核心單位 那中國聯弩是一個偏手段的工兵單位 所以很害怕投石車文明 例如朝鮮啊 或者是這個賽爾特啊 或者是薩拉森 好 伊索比亞 這一類投石車有加成的文明 都會特別害怕 那中國人的後期 主要還是打工兵 還有步兵為主的一個文明 那騎兵的部分 算是看期況去租了 當然要當作主力也可以 但是往往是打不太贏 有遊俠的文明 像庫曼這個文明就是有遊俠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這時候是選擇了庫曼人 那庫曼人這邊的一個特色呢 是封建時代升級完之後 就可以開下自己的另一個城鎮中心了 那庫曼人的馬弓呢 也是厲害的 因為它的寶兵清查單位 一次可以射出非常多的箭矢 但是它的一般馬弓 沒有辦法有這個三級射的關係 這個射程是非常短的 所以通常庫曼打馬弓 只會去打自己的清查 不會去打馬弓這個選項 一般馬弓 那當然也有這個打一般馬弓的情況 但是非常不推薦喔 最終還是會轉成清場的 這個打法還是比較偏多一點的 那庫曼這個封建時代呢 可以開下城鎮中心的效果 通常會搭配一些裝甲塔 或者是一個塔攻攻戰術 去做一個搭配戰術執行 因為如果你單純雙TC存了的話 對方也會想辦法來搞你喔 或是直接他也直接直層喔 像中國這邊也可以打算直層上去 跟你三TC開了也是OK的 所以要盡可能去拖延時間 拿到一點優勢的話 我認為塔攻攻是一個不錯的戰術選擇 好那目前看到庫曼這邊 一次到封建時代 點下了直步技術 那目前賽事的一些打法來說 大家都會比較偏向於 封建點完之後才升直步喔 比較像以往喔 以前大家都是黑暗時代的時候 先去點直步技術 然後再後來再去補這個 再去補這個時代的升級 那現在是有點顛倒過來的 那這個差別是什麼 差別是在喔 像在18阿拉伯來說 如果你是18P 點封建時代不點直步 那你如果出去圍家的話 圍這個圍牆的村民 如果被對方的肉碼看到 最後可能會被抓掉的可能性喔 那在這種賽事地圖裡面來說 對方肉碼要抓到這種暴團的村民 不太容易喔 所以就可以稍微透一下直步喔 去運用一下這個升時代的優勢 等升完時代之後 再去點直步技術 那中國這個文明呢 本身就是一開始會斷春的喔 所以只能點直步技術 所以現在有這個直步也是正常的 好那目前看到庫曼這邊是 就是打算打一個封建開農 一農一木都點下了喔 但是拉了四隻村民喔 看起來是有打算要來打這個塔公公 好像不確定喔 現在四村過來 好還要補一下射箭廠 那庫曼射箭廠跟馬舅也是特別便宜的喔 所以我也會比較推薦喔 打塔公公的原因喔 也有這個理由在喔 那塔公公的話 最好是要先拉兩個人去挖黃金喔 兩個人挖金 然後去出弓兵的話會比較穩定 但這個時候還沒有射箭廠 先暫時不用挖黃金 先趕快喔 去把這個食物跟肉 穩定供應之後 趕快補下自己的農田喔 讓雙TC不斷存喔 才是庫曼的核心玩法喔 好那目前看到 然後Viper這邊選擇了中國 已經點下了冰工廠 家裡是補下了馬舅 想要來打一個弱馬快攻的部分喔 那Viper這邊並沒有馬上要點弱馬 而是先點了城堡時代 然後再產出弱馬 進行壓制的動作 那中國這邊也是補下一隻槍兵 好又這邊四隻村民走過來 想要搞這個黃金礦 應該是有看到 這個赤猴剛剛這個視野在這邊繞 應該是有看到這邊是有礦區 他也在開採 那目前庫曼在等什麼 他在等石頭 這個一定要補充喔 不然大家已經看不懂他在幹嘛 他在等石頭 然後還要等這個射箭廠的木頭 所以庫曼這個封建塔公公 其實蠻吃重這個資源的分配喔 像是這一把 又是比較注重在於食物上方面的 他這裡好像食物有點 算是採過頭嗎 有點不太確定喔 肉有點偏多喔 因為他沒有極限材肉 極限材肉的農田數量大概五片田喔 然後剩下 可能不用五片喔 三片田 然後加上六個人吃 這個訓養動物喔 水牛之類的喔 就可以繼續把這個一白肉 延續下去了 阿肯這邊肉有查太多喔 導致自己的經濟有點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補下劍塔 或是這個射箭廠的關係喔 讓Viper這邊到城堡時代喔 他這邊塔公公的影響力喔 可能就會降低一些些囉 好 又這邊的一根塔 確實控掉了Viper的這個黃金 這裡要不要補個木牆呢 對 木牆或房子喔 把這個劍塔給鎖死喔 好這邊是出了槍兵防守 因為這邊有看到馬祖 那我又應該是有考慮到 對方已經升到城堡時代的話 大會騎士出來 槍兵大概按三到四隻喔 才有可能扛住喔 這邊槍兵是不能斷的喔 趕快繼續按槍兵 那這裡就要考慮另外一件事情 要不要連環塔 那不連環塔的話 就直接升入的話 防守效果或是 防守效果就會比較差一點喔 但是好處就是 會更有影響力一點 比較不會拖到這個塔公的威懾力 好這邊果然沒有打靈環塔 靈環塔就是要在這個塔的範圍內 再新建一根 新的劍塔 大家如果進在這個位置的話 就設不到這個果子了 大家如果不打靈環塔的話 好處就是可以直接 再查到敵人的另外一個資源點 那白跑這邊是 沒有看到佑 這邊是有差一根新的劍塔 他打算是要打算拉兩隻騎士喔 先到庫曼家裡繞個一波 但是佑這邊手輸很快 已經把家裡給圍死了 基本上要燒得到應該是很困難 那白跑看到對手 佑已經把這個果子給封住了 把這個尺寸直接拉走 應該會直接回去伐木或是種田喔 或是直接往上開喔 去開這個果子 開這個黃金或是石頭 也可以考慮的 好那打算是要往下開嗎 來看一下白跑這邊的騎士 唉唷 這邊騎士居然抓到了四村阿 哇這四村被打得有點突然喔 這裡已經有兩隻村民的屍體了 哇白跑這一波打得還是蠻漂亮的喔 看起來還是有做到一些事情 而且白跑還前置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投此車已經準備要來開丟 沒有先開始攻擊城鎮中心喔 而是先偷了一隻村民 這邊來到了五隻村民擊殺 第六隻有機會嗎 哇差三滴阿 好那白跑這邊是打算直接在野外 開了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果然是野外開金礦 那這樣子的話 又就會比較難受了 因為他這邊建塔 是能燒得到的範圍 就只有這些了 那如果他要繼續燒的話 也可以繼續跟喔 但是要走更多的距離喔 其實不太划算了 就地開吃路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白跑這邊二級伐木已經點下 那頭石車再賺個一村 有機會嗎 沒有 那通常頭石車要出到三台左右 拆城鎮中心的速度才會快喔 那空曼這邊離城堡時代還有一段時間 那這邊是優先點下一級弓 想要用肉馬去解掉這台頭石車的喔 那白跑呢 防守的部分喔 或者是用自己的騎士喔 一直在這個頭石車附近繞來繞去 那右呢 待會只能找這個空檔 去透一下頭石車的血量 好那這邊有補這個肉 入肉 稍微補一下自己的肉類需求 待會按一些肉馬壓力喔 就會小一點了 OK這裡拉了三隻肉馬過來硬解 解得不錯 直接解掉了 而且只損失了一隻肉馬 這一波viper真是擋不住喔 只要對方肉馬一多 頭石車是 還是可以解得掉的 但是槍 但是是解不掉這些騎士的喔 一定要拉槍兵過來防守 所以右呢 這邊還是拉了槍兵回來防守 OK 那目前看到 右這邊打法 是槍兵配肉馬 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劍塔 好viper這邊現在是雙TC開農 經濟部分還算不錯 農田椅的村苗有18片田喔 算是一個很OK的肉量 下方的黃金礦才是重點 這個黃金爽爽的挖 viper這邊現在沒有經濟上的疑慮 只要把自己的兵控好 好兵往前送 唉呀這個頭石車 砸到兩隻槍兵啊 很關鍵 OK viper這邊轉出了一個奴炮 這時候就是庫曼最痛苦的時候了 有點挨打狀況 但是還是順利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那庫曼這邊一上層喔 可以選擇打這個草原騎兵 或是駱駝騎士喔 都是他的選擇喔 那攻命路線的話 以現階段來說 不太適合 那不適合的原因喔 其實是因為他這邊農田 已經投資這麼多了 直接轉騎兵單位喔 是會比較快速一點的方式 或是直接爆出更多肉馬 大會以上城堡時代升級輕騎兵喔 打出一波急戰力喔 也是可以考慮的範圍喔 好這邊三隻肉馬要上來 直接硬敲後方的頭石車 但頭石車被砍了兩刀 結果被騎士打到殘血 OK 現在兩台駝車開拆神聖中心 再來一台的話就會拆得很快喔 那有的話是不太可能會讓viper 趁心如意的喔 這一個肉馬 解得非常漂亮 可以再解一台嗎 哇 最後一下 被這個儲號給串燒掉了 又這邊應該有點懊惱啊 這台頭車如果拿下來的話 這邊就會稍微舒服一點喔 農田可以繼續灑啦 好 那中國viper已經點下了輪軸 還有品種跟馬鎧 專輯的部分還是比較偏騎兵方面 騎兵這個單位喔 這在城堡時代算是 非常快速承起的戰力喔 那城堡時代最強的黃金單位喔 也是騎士喔 所以我覺得 viper這邊選擇中國打騎士喔 非常OK的喔 完全沒問題的 畢竟該有的都有 即使點到了帝王時代喔 還可以轉這個肉馬 或是轉重裝 或是重裝駱駝 都是OK的 打擴曼這個文明喔 打騎士開局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決定 好 這裡一直草原騎兵出來 想要第一時間解掉後方那台 殘血頭死車 那這邊也是順利的解掉了 庫曼這邊的村民術現在是60村 對上viper61村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喔 只要其他文明喔 直層上去喔 3TC堪容 村民術喔 是可以追到庫曼這個文明的喔 當然就是不能再封建喔 拖太多的時間喔 以免被拖到經濟喔 被打出這個 庫曼的經濟差距出來 好 那目前看到又看到 viper這邊下面有一塊新的金礦喔 直接插一根劍塔 但是viper完全不屌 直接在右方又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4TC繼續開農喔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如果他真的又拉了四重過來 繼續開插 那損失經濟的也有可能就是 右了 而不是viper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兩邊的經濟 差距大概是多少 我想看到 右這邊只贏了大概300多目 大概食物輸了400 黃金輸了200 但是石頭的話是贏了快500喔 所以其實兩邊經濟差距是差不多 甚至庫曼這邊喔 是有小幅領先的喔 大概一兩百左右的資源 那目前村民差距呢 是74吋對上66吋 村民差距明顯被打了出來 那庫曼這邊村民呢 還是雙TC開農 但viper已經是4TC了 村民差距越差越多 但也沒有停止自己的騎兵騷喔 轉出了一些老頭還有駱駝 進行反制viper的騎士 這邊把騎士殘血的拉回家 用老頭補下血 OK 庫曼也點下輪軸跟平總 兩邊都是打一個騎兵開局 OK 下方補了一個新的城中心 想要在下方直接開農 這邊路頭過來直接被viper給招掉啦 哎呀 這個打得不是很好喔 也是因為viper打得好的關係喔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子喔 有一邊打得好 就有一邊是打得爛的 但也不能說 右這邊喔 就是完全的打得不好 他這邊只是單純的過去A過去 然後沒有看 然後被招搶掉而已 這個是大家都會常常發生的事情 那庫曼這邊是轉出了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的優點喔 是有異攻的射程喔 還有這個傷害不算 異攻的射程喔 但傷害來說 他可以暴傳喔 大概20隻左右 那我認為 庫曼的草原騎兵 15到20隻的話 是他的 比較有優勢的一點 因為通常20隻的騎士 他會變成一排排 才可以全面輸出 但他可以進行拉倒 進行這個 異攻的射程優勢 打擊敵人喔 還有去打對方的老頭 即使被招搶掉也不會那麼形同 因為一隻草原騎兵的造價 黃金只要40黃金而已 這個造價其實來說 是騎士的一半左右而已 所以即使被招掉兩隻喔 也不是損失150黃金喔 是大概只有80黃金左右而已 但是肉類消耗也是不可避免的 那真的是要對抗對方的老頭來說的話 還是轉肉馬就好 當然肉馬的殺敵喔 這個殺對方村民喔 是比較沒有那麼有效果的 草原騎兵的話就是肉馬 跟騎士之間的選擇 大家這樣簡單記就可以了 不用記得太復長 這個遊戲 原這遊戲真的冰種太多了 我們還是要以一個 比較簡單好記的方式喔 去教大家怎麼分辨這些單位的差異喔 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那目前看到庫曼這邊是點下了手推車 還有這個40秒就要研發好 中國這邊已經點下了手推車 研發時間還是快了一些 但這邊很順利喔 拿到兩村的沙底樹 左邊這根城堡應該是順利的拿了起來 當然MIPER這邊非常的迅速喔 趕快拉了老頭去撿這個生物 把這個生物移到安全的位置 上方又趕快補一個修道院喔 趕快把這個老頭派來撿生物喔 下方這邊大量的騎兵喔 看到這邊劍塔還有雙Tc在下面開農 MIPER應該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喔 沒從到我家後面一堆城鎮中心啊 趕快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正面部分使用駱駝加上騎士進行反制回去 MIPER這邊可能要補一個新的修道院喔 趕快繼續產出自己的老頭 或是補下更多的馬舊 爆更多的駱駝跟騎士混搭喔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目前現階段來說 對方只有駱駝的情況下 自己就不要再出駱駝 趕快轉駱駝會更重要一點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要趕快多挖點石頭 直接插城堡去反制對方的城鎮中心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裡一台通車過來 但是... 這邊已經轉出了青茶囉 青茶射對方駱駝效果其實不錯的 因為駱駝本身的弓箭防禦力是0的 所以升級騎兵鎧甲二級喔 也是只有-2D的傷害而已喔 但是... Viper這邊轉出了中國蓮弩 中國蓮弩相當強大 攝駱駝也是有同等效果 跟青茶是差不多的感覺 只是中國蓮弩是慢慢發出 很多箭矢 並不是像青茶一樣一次性的發出來 但說慢也沒多慢喔 其實還是很快速的 後面中國蓮弩有點危險 後面後方有敵人的城堡 這邊Viper要特別小心對方的一個城堡射程 這邊點下了二級射 這樣中國蓮弩的射程就變回正常了 這時候又在家裡補下了一根新的城堡 現在Viper現在被大軍給包圍喔 還有一堆城堡給包圍住 然後在中間補下一個防守地帶 這根城堡補下來之後 趕快產下巨型頭時機 要來拆除周圍的城堡 OK 馬上補了一根巨頭 下方也補了一個城堡 拆除了下方城鎮中心 Viper在我們沒看到的地方 默默做了很多事情 但又也是喔 這兩隻草原騎兵 擊殺到了一隻村民 第二隻應該也沒問題 OK 現在這邊雙線喔 大家都打得非常激烈 好 這裡有更多的青茶跟駱駝 再次嘗試擊殺這邊的村民 也確實打到了一些單位喔 右邊的草原騎兵開始硬戳 哇 也不管Viper有沒有城堡中心戳掉幾村 當然Viper還是發現了 所以還是損失了三村左右 那我們選村民差距 兩邊的話是差不多的喔 兩邊都是111村左右 這時候 Viper點下了二級的馬鎧 還有彈道雪的升級 那右呢 則是剛點下帝王時代的升級 還有轉出了步兵的鎧甲 還有長槍兵喔 可能是認為喔 自己帝王時代已經慢了幾拍喔 趕快轉一些重裝長槍兵喔 去擋對方的騎士或是駱駝 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軍營的部分也要在家裡趕快補喔 軍營的部分家裡並沒有補得很積極喔 剛講完你就補了是不是 對 要趕快補喔 這裡是要補軍營的時候 那目前看到Viper這邊的這一波操作 有點在送兵喔 因為他沒有意識到右上角清探已經回舊了 損失自己的所有的騎兵單位喔 右邊這邊還有一撮 還沒有被損失掉還行 好 雞蛋沒有放在同個籃子裡 還可以接受 那目前三台劇情投資機 正在拆除右的城堡 上方的中國蓮辱 正在準備喔 要來截斷右這邊的逃離村民 那右終究究竟能不能拿下這些準備串逃的村民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包圍網喔 這九隻村民到底要怎麼逃呢 好 這邊想要打個多線 結果右這邊損失了大量清探 這一波是右的巨大失誤啊 哇 清探全部送光 這一波跟Viper剛剛那波很像喔 兩邊都是送了一波兵 但右的這一波兵喔 更大妥一點喔 這邊清探這個單位是需要數量累積的喔 送掉這些清探之後 後續要再沉醒喔 又要再花一段時間喔 其實是相當傷經濟的喔 還有再沉醒 之類的一些問題喔 這個讓又有點 損失掉自己的阻力的感覺 那中國這邊呢 是轉出了更多的中國蓮辱 來到16隻的數量 野外的部分呢 只是用駱駝跟槍兵去外面打野 打到了一些村民 但是殺敵樹並沒有比右還要好 目前Viper只有殺到八隻村民 但是中國這邊呢 則是被擊殺了21村喔 哇這個有點尷尬了 但是聰明樹來說呢 還是Viper領先 那就以這個數據來看喔 右的這邊騷擾還是更有效一點 但Viper這邊怎麼射一射不射了呢 對回頭追一下 對這個一定要回頭射一下 OK 那目前看到下方的城堡已經全部拆除 這邊的村民直接逃走 Viper並沒有趕進殺敵樹 讓這邊村民有活命的機會 這時候又在右邊準備了一根新的城堡 要來嘗試進攻下方這一棟堡 那Viper則是從左邊喔 開始慢慢往前推進了 補下了新的四殿場 這邊要轉的有可能是戰毛兵 應該不會轉強武喔 都打連奴兵的情況下 再去轉強武需要耗費的資源喔 其實蠻多的喔 好 先疊下一個拇指環 原來拇指環還沒有點 突曼這邊是轉出了草原騎兵的升級喔 金銳草騎 那草騎這個單位喔 雖然黃金造價很便宜喔 但是他的遠距離防禦力喔 對抗箭矢的防禦是並不太好的 只有一點防禦力 比騎士來說是差了很多 那血量上來說也是喔 所以草原騎兵打中國連弩這件事情 我並沒有非常看好 如果直接打遊俠的話 又會遇到中國的重裝駱駝的問題喔 而且重裝駱駝現在已經升級好 但是草原騎兵喔 也是會遇到重裝駱駝的問題 所以這邊就不太清楚喔 庫曼這邊是要打算做什麼樣的搭配喔 去進行反制喔 那如果只是需要肉盾的話 可以考慮直接轉這個大肉碼 可以清查路線喔 可能會更不太傷經濟 這個資源也不會那麼的吃緊喔 那如果轉成草原騎兵的話 光是升級喔 還有後續的產術喔 吃肉跟黃金喔 都是對庫曼來說是一種負擔喔 下方的村民最後還是被Biper抓掉了 左邊這邊村民也是被屠殺殆盡 右的村民只剩下116村 村民差距打了出來 差距15村左右 中國這裡中屬於補殺的化學 還有三級的弓兵台甲 但是騎兵現場基本上要全滿了 三級馬卡也有 品種也有 跑速也有 動裝落陀在等三攻 基本上就全滿OK 草原騎兵暫時擋不太住 想要修點操作 但是還是會被後面的中國連弩 射成白癡啊 那正面這個部分 庫曼可以使用大量的槍兵 配上草原騎兵清查路線 直接正面硬卡喔 是可以做考慮的喔 好 正面草原騎兵直接上前硬點 點掉了一台巨頭 但是自己也損失掉了 大概四到五隻的草原騎兵喔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右邊的城堡 應該是沒機會修起來了 石頭已經歸零 這邊要買石頭嗎 別買了吧 再買下去就沒黃金了 右邊的部分 這邊呢 Viper也是想要來進行防守一下 但是中國連弩遇到對方駱駝還有清查的包圍 損失的數量還是蠻快的 後方清查的射擊速度也是相當好 但是庫曼這裡是沒有點下化學的關係喔 所以中國連弩血量掉得非常慢 右邊的兩台巨頭順利的拆除了右邊城堂中心跟城堡的部分 Viper的右邊完全失守 但是庫曼左邊的部分也準備要失守囉 這一根城堡已經被拆除了 上方城堡在拆除的話 基本上上方的防守 基本上是毫無招架失利了 中國這邊是補下了建築學 還有戰毛兵的升級 果然還是要轉一波戰毛 戰毛的話打上對方的槍兵 還有這個清查都是很好用的單位 那也可以省一點木頭 省一點黃金喔 不是木頭 那Viper就是有這個習慣 先轉一波垃圾兵 觀察一下對方打什麼 省下來的黃金 待會也可以考慮轉一些鐘頭 進行反制 那中國的話是很害怕對方的投石車的 所以也要看一下庫曼這邊 要不要轉一些投車的升級 或者是直接轉大量步兵 這個槍兵 配遊俠 或是配草雲騎兵 加清查打法 無論如何要打什麼 還是要趕快點下化學 讓清查有足夠殺傷率 但是目前庫曼這邊 是沒有打算要繼續打清查路線的樣子 精銳清查也沒有補下 反而是在積極的升級步兵科技 還有這個近戰傷害的部分 所以應該是可以預見 待會應該是會打一個步騎作戰 步兵加騎兵的一個打法 修道院後方已經拆除 三生物噴在地上 這邊想要抓一波巨型頭時機的移動路徑 但是BIP這邊回防非常快速 趕快把兵往後拉 保護了一下巨頭的一個移動地點 然後這邊三巨頭 直接開拆下方的城鎮中心 要是這個城鎮中心守不住的話 這裡有四十村 如果被屠殺 那基本上又走遠了 所以這一波一定是又要打一波會戰的地方 那這名的兵還不夠多 只有十八隻的槍兵 這裡再補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但是村民已經在四處逃竄 遇到中國連弩的一個無情包圍 沒有辦法進行草裡的動作 但是上方好像有動作喔 草原騎兵想要上前 但第一波拉了一些草原騎兵下去 想要解救上方的中國連弩 後方的槍兵上來想要直接開戳 戳到這些的駱駝 駱駝開始上前防禦 槍兵直接上前硬扛 但是BIP這邊的拉兵也拉得很好 一直把這個駱駝往後攏 不要讓槍兵吃到槍兵的傷害 但中國連弩在後面輸出傷害實在是太高 草原騎兵在後面亂竄 沒有進行攻擊 反而是想攻擊後面的中國連弩 但還是一到後方就已經變 這邊的重裝 駱駝給吃光 沒有想到 又有這邊的單位全部損失殆盡 大家出了句句 哇 這一波雖然成功解救這些村民喔 但自己的阻力也是全部消滅了 我們稍微回放看一下喔 最後那一波會戰喔 看一下又有這邊的操作發生什麼事情 好 那這一波我們就只看草原騎兵喔 草原騎兵的部分現在還有25隻 那這25隻喔 最好是要趕快拉到下方這裡喔 或是上方這裡喔 或是兵分兩路 不要從這邊直接硬撞喔 這邊防止跟木槍喔 都卡到了這邊 駱駝的草原騎兵的路徑喔 導致這邊駱駝可以即時反應喔 進行原地開A喔 直接吃掉剩下草原騎兵喔 這一波是幼的一個比較 比較 算是操作上的一點小失誤喔 但也不能這樣講喔 因為他這個辦法沒有辦法 因為幼一直往後拉 他就算上下包的話 Viper也可以躲在這個角角喔 去進行防守喔 那駱駝的話一樣在前面扛住就好 那如果更好一點打法 可能就是要讓槍兵喔 先全部送光喔 然後草原騎兵再上喔 會更好 甚至喔 這個槍兵往前送 草原騎兵不要往前 讓這邊村民喔 有機會逃離就好了 那這邊村民逃離之後呢 可能還有機會可以繼續打 但我不確定喔 因為左邊這個地方喔 還是一直被燒飽到喔 剛剛幼的左邊喔 也是被屠殺一波 所以村民處只剩下101村喔 那目前 以看剩下的支援來說 如果 幼這邊想要再繼續打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點難受 所以這邊打出GG的話 也算是 一個不錯的選擇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 Viper拿下所有的勝利喔 支援的話 大概都是每個都贏了 大概幾千左右 那軍事方面呢 KD值來說是 Viper這邊是贏了大概1.54喔 這KD不錯喔 這KD不錯喔 那庫曼這邊是0.6喔 稍微可惜了一點喔 那最後呢 Viper還點下了重型奴炮升級喔 即使庫曼後期喔 打了這個大量槍兵喔 或者是這個 草鷹騎兵喔 他還有可能會被串燒的可能性喔 那這也算是把中國的特性 打到最好 這也是Viper的一個常用打法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拜拜 拜拜